好,謝主席,我先請央行楊總裁 楊總裁,請 委員好 總長,你好 這個報告,我重點是政府因因知道 它會對整體金融經濟環境的衝擊影響 我想在很多的場合,很多報告我都看到了 大家的看法都一致 也看到其他國家因應武漢肺炎的這些相關的因因知道 看起來其他國家感覺上把它視為非常嚴重的狀態 很多國家宣佈緊急狀態,甚至鎖國 所有能夠運用的極端性的手段 在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都運用 它把它視為一個急重症,類似中風 但是我看我們相關,不管是財政部或者是金管會 或者是央行 我覺得好像把它當作一個重感冒在處理 畢竟,我為什麼這樣講 政府因應知道,在央行的角度來看 目前所提出的做法,第一個,降息一碼 第二個,提供兩千億的銀行專案農中 第三個,擴大負買回操作 只有三個政策工具 我覺得相較於其他國家央行所做的力道還不夠 我個人認為 另外下一步,如果這個疫情力繼續惡化 時間拉長 那央行還有沒有哪些政策工具可以派上用場 我想呢,就是說 以目前來講 我們 我們目前,第一個,我就說我們的流動性 以我們目前的流動性跟美國的流動性呢 我們流動性是充足的 是第一點,跟它不一樣的 所以你決策的這個最大依據是流動性 對,是,流動性 美國的流動性它是急縮 所以它必須要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的流動性呢,是足夠的 所以呢,我們才 那足夠是確保多長一段時間是足夠的 以目前為止的話 到目前為止都是足夠的 那我現在呢,重點是在那兩千億 那兩千億呢,我們現在呢 就是說中小企業呢 它如果經營發生了 它的經營,就是說有一些的受到影響的話呢 我們這兩千億呢 就要直接進入了我們的這個什麼 實體經濟 那我們會再考慮 如果說它,我們的銀行呢 做得非常順利 我們都可以檢討 我們隨時都可以檢討 所以目前這三項政治工具 你認為啊,保持這個流動性 對,流動性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但你說在未來 最重要的 未來,如果是疫情發展 對 這個你們還會召開常務理事會 是 來決定下一波的因應方案 這部分大概出現在什麼時間點 或者,什麼狀況出現之後 那個是在 流動性不足的時候 不是,那個流動性的話 我們自己不必要召開這個 主要的那個是在於 就是在利率的調整 那個是在利率的調整 至於這個兩千億呢 我們在上一次的 李監事會的時候呢 已經授權給我們 給中海銀行呢 我們可以視情況自己再調整 所以我們兩千億呢 可以如果說是不夠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加碼 好,最高的可以加碼到什麼程度 那看情況嘛 那看情況嘛 好,謝謝楊總裁 好,接著請這個財政部 蘇部長 蘇部長請 周轉金跟他說啊 這個抗議期間 我連員工薪水都發不出來 跟你申請這個周轉金 還是不要 社下重重的這個困難 是公股銀行 是,委員我想 我們這個會進一步了解啦 另外一個 緊嚴重耶 你有政策沒意 然後上有對策 下有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苦不甘願是這中小七億業者 我想 我了解這個狀況啦 那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 有一些情況是這個 在疫情之前 已經發生問題的企業 當然也有齁 那疫情之後發生問題的 當然我們會盡量來協助 我們已經要求 這個公股銀行 在救命救急 在救命救急的時候 銀行還是會棄他 棄他於不顧 眼看著看他死 這個公股銀行 是這樣是害人的 這個我們已經要求 公股銀行 一定要 我接到的訊息 都是公股銀行 是 所以不只說 我換到這個問題 只要是中南部 最重要的企業 長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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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天在處理就是一個通案 這個很嚴重 請部長 一定要重視 是 我剛才跟何委員報告 明進派出神秘課 那神秘課有沒有用 到底你要有這個檔子 讓公股銀行 讓公股銀行 讓公股銀行能夠聽 這個財政部的指示政策 確實紓困 不要以天收散 是 謝謝 來 請這個金管會 我們顧主委 那請顧主委 所以剛剛是公股銀行 那民營銀行同樣也有這種狀況 民營銀行當然是要銀行公會去做一些約束 或者做一些溝通 針對民營銀行 針對我們現在紓困盛行的方案政策 消極配合 那怎麼辦 到底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請民營銀行 能夠配合政府的政策 跟委員報告 我覺得 銀行他開門 就要做放貸的生意 那有做放貸他才有錢賺 所以不會說 一定有發生說可以有錢賺 然後要把它往外推的問題 現在這個央行推出 2000億的這個 0.25個資金成本的這樣子的一個錢 然後呢 定向到放款到這個 中小企業200萬一戶 我相信這個應該就很大程度 會讓公民銀行都會有意願來乘坐 那相關的這些 各目的事業主案機關提出來的這些利息補貼 這些 一些信保的這樣的一個機制 我相信也很有效的去分擔銀行的風險 那如果有任何的個案 委員有接獲任何的一個成型 其實我現在也不是個案 我現在變成通案了 我們每天都要處理 我相信我們現在貸款案增加進來的速度 我認為應該看起來都有相當 每天速度都相當成熟的成長 早上在那邊質詢 那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有任何的問題 是不是就提到那個經濟部的一個平台 是的 我們會繼續跟行政部門 不管是財政部會 儘管會繼續協助 如果有相關的個案 我們必須要了解 我必須這樣講 早上在那邊質詢 下午花很多時間 都在針對中小企業碰到資金的困難 去開協調會 所以這不是一個個案的問題 這不是說公民銀行跟民銀行 只有公民銀行問題 民銀行問題也是同樣存在的 所以我希望不管是顧主委或者是蘇部長 能夠正視這個問題 來協助這種企業 中國的史上最困難的一個難關 我們已經有一個平台 我希望這些廠商如果有任何問題 都盡量利用那個平台 好不好 好 謝謝